美国星期六发生当地史上最惨重的热气球意外 德克萨兹州一个搭载了16人的热气球 在空中起火燃烧 化为火球坠落地面 热气球上的16人重衰惨死 无人生还 目击者声称 热气球撞向电线后起火坠地 但是具体事发原因还有待当局查明 泄气后的热气球颜色鲜艳 带着太阳眼镜的笑脸 扁缀着表面 可以想象乘客升空时的喜悦 但最终一切却以悲剧收场 距离德州首府奥斯汀50公里的小镇洛克哈特 星期六早上7点40分发生热气球意外 目击者指出 搭载了16人的热气球撞向电线后 发出类似枪响的啪啪声 接着吊篮就起火燃烧 不用多久就化为火球坠落田野 当局证实所有乘客无意生还 布克当然火山快乐 鱼燨 不是荒林有迪资 一个大幅 在两 découvrir 这早上 geez 当时 你观察 特别肉 ель 由于这是买票升空的服务 业者并没有保留乘客名单 因此事发后 罹难者身份还有待证实 随着这种升空观光业兴起 近年来全球各地陆续传出热气球死亡意外 土耳其三年前就有19人罹难 成为史上最惨重的同类事故 而在去年 纽西兰也有11人丧命 现在再传德州热气球案 凸显相关行业必须加强监管 以免悲剧重演